大家好, 我是Data, 歡迎欣賞神州穿梭, 深圳系列 近期我去不到深圳拍片, 所以上片時間非常不穩定 應該要等到香港和深圳都安全, 上片時間才會回復正常 3月中, 我用數據推測深圳情況, 都有不少網友不是太過信 覺得深圳情況比數據嚴重得多 有片有真相, 今集大家可以親眼看一看深圳究竟如何 有沒有回復昔日熱鬧, 影片會給答案給大家 根據其他資料, 3月時東門都非常冷清 今次我們找到手藝人的朋友幫忙, 拍攝了東門的真實情況 影片是4月4日星期六拍攝, 時間大約是晚上6時 所以介紹前要特別明謝手藝人今次幫忙 手藝人亦是去年選出深圳最佳按摩店 現在我們看到檸檬街地下商場, 由老街站到東大門廣場 會經過檸檬街的商場, 相信好多網友都經常路過檸檬街 它就是一個比較低檔次的商場 主要有賣衣服的小店, 亦有部份的小食店 因為地段好方便, 就在東門的地下街, 所以人一直都不錯 在影片所見, 檸檬街的部份地方相當熱鬧 和全盛時期都不忘多樣 太陽廣場的大街, 解放路一直都是東門的標誌 暫時見到人氣反而差一點點, 大約是正常情況的五成左右 雖然只有五成功力, 依然都可以講得上, 算是熱鬧 人氣小食店雞翅包飯都有不少人排隊 講起來就慚愧, 我從來未試過雞翅包飯 因為我都是幾怕排隊 東門這條小食街, 大家都應該知道 雖然比不上以前的盛況, 但都算是有幾多人 大家可以留意東門市民, 表現了一種好輕鬆休閒的感覺 和以前那種嚴鎮以待的態度非常不同 東門文化廣場, 有幾十人坐下休息 大家距離非常近 暫時香港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現在香港人去深圳需要隔離 所以東門的確少了好多香港人 東門其實都有一個廟街, 不過是一個美食廣場 人氣比平日差好遠 以整個東門來說, 我覺得廟街人氣受疫情影響都算幾大 東門有一個新金屬景點, 在2019年才加建 讓遊客可以打卡拍照, 亦有部份遊客坐下休息一下 扶手電梯上去就是東門町, 上面有個好大廈的功夫熊貓公仔 我印象中以前沒有, 應該是近期改建 最後我們去東門町地下, 這裡一直都是東門最熱鬧的地方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中國各地小食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好熟悉的叫賣錄音, 其實我一直覺得非常吵 今日竟然有一些懷念, 世事真是幾奇妙 大家都見到, 現在的東門町的確旺丁旺財 小食店生意就非常不錯, 想走快點都不是那麼容易 戴著口罩吃這個小食, 其實就是幾不方便 但依然無阻吃貨的熱情 每一次逛東門町都有一種打磨銀行的感覺 相當似維園行年宵, 熱鬧到不得了 如果不怕多人, 的確別有一番風味 一般來說, 我大約一兩個星期會去東門一次 有時去拍片, 一星期去兩次都不期 但過年到現在, 我都沒有去過東門 所以都幾懷念在東門吃喝玩樂的日子 今集我們見到, 其實深圳已經恢復了不少人氣 相信深圳疫情已經處理得七七八八 我原本估計4月可以上深圳還 不過近期香港情況比較嚴重, 4月應該沒有希望 其實疫情惡化, 大家都不想, 真是無必要怪來怪去 大家齊心抗疫, 令香港盡快擺卻疫情 才是對香港或其他地方最負責的行為 希望大家一齊努力, 加油加油 最後再一次多謝守衛人的幫忙 遲些他會再幫我們拍攝深圳情況,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 想知多些深圳吃喝玩樂的資訊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支持